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一台 就是 DRIVER 的雙軸層伸縮磨豆機 那你看看它是整個黑色的 其實它外面是一個很硬的保護殼 所以你在外出攜帶或是放光光的時候 其實它的保護的作用跟效果其實蠻好的 也不會讓你的主體去做受傷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開箱囉 好 打開 那打開之後大家就會發現它裡面就是一個 收納版的主體磨豆機 還有一個磨豆用的把手 打起來的大小大概就像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小意思其實攜帶上面很方便而且很輕 重量很重 然後呢 我們其實在我們的品牌上面有蠻多的消費者 有在詢問就是他們對這個產品的一些疑惑 那我今天會在開箱的影片裡面 幫大家就是一一的去做解答跟解說 那其中有一個是大家有提到 就是它在磨的把手 因為很多人說我們還是做直立式的 為什麼沒有做圓球的 可是因為做成直立式的話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甚至是小朋友的手 其實它都可以很好用 那我們有把這個 長度去做加長 所以以加長原理來說的話 其實它的審理上面還有磨的方面來講 其實反而是比較審理的 而且也非常的好 這是把手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這邊有做了一個卡榫 所以在磨的時候 我們只要順時針的方向下去磨 它會直接自動卡到那個卡榫裡面去 所以它在磨的過程當中 是不會有脫落的問題 或是分開的問題 會產生的 再來就是它上面有一個 方向跳動的蓋子 這個有一個簡單的卡榫 它裡面就是我們主結構 這邊可以放我們的卡片洞 再來就是它的調節方式 一般的磨豆機它們 是從我們的內部去做調整 那這一款它的調節方式 它是從外部去做調整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現在要磨多粗或是多細 人家數字越小的就越新 人家數字越小就越越粗 這個的話 它其實最細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試用過 它我們穿的細度是可以做 在夏木卡湖 這種義式咖啡服上面 就是有使用的 再來就是往上延伸 就開始加了這個 總統的綠杯 再來就是我們洪西服 跟我們的法式綠壓服 其實它的除氣都可以去做磨 那我最近試過 其實大概在五號左右 其實就是我們手中內部的除氣 那在上去就是九號 其實就是用到 它是有壓服的部分 那它在小的收納的狀態下 這個狀態下 其實它就可以磨肉了 只是它的磨量會比較少 大概是在十到十五公克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一個人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把磨豆機拉開 我們就是直接這樣 把它放上去 就可以去做使用了 那如果今天是有份 或是你要比較大量的話 其實它最高最大的容量 可以到三十克 就差不多我們 而只是綠杯 可以使用的本量 那要使用三十克的時候 很簡單就是 我們先將這個 上座的磨派 拉開之後呢 我們就將它扣住 它會有一個卡榫的聲音 這樣就是完成了 整個拉開的一個主體結構 這個狀態就是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這樣用我們的咖啡頭 放進去 調整好我們要的合度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做 那再來就是它裡面的主結構 就是它裡面是有兩顆就是軸成的 那另外它是採用C2C的幹刀 那這個是台灣使用的幹刀 所以它的細節度 還有密合度 其實都做得還蠻棒的 但在磨箱裡也是蠻生命的 然後另外就是呢 它裡面的主結構啊 還有它的零件的部分 因為這款磨豆機 它都是台灣製造的 所以消費者買回去之後 當有零件去做更換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可以拿得到零件的 所以這個部分以後 就是讓大家可以放心 可以安心地去使用它 那這款磨豆機它磨完之後呢 清潔的話 其實建議大家就是 可以買這種比較細的清潔刷 然後我們將刻度等到最大 讓它的齒輪去打開的狀態 然後我們繼續去做一個 簡單的清潔 分刷時的動作 然後呢 也可以將下座打開 然後將這個縫隙比較大的部分 去做一個簡單的清潔 那這樣就完成了這支磨豆機的清潔方式 因為在網路留言裡面 有蠻多消費者是想要知道 就是這支磨豆機 它裡面的主體接口 所以等一下呢 我會將這支磨豆機整個去做拆卸 那不過呢 因為我剛剛有教大家 如果去做清潔 那它清潔是不需要拆卸這支磨豆機的 所以呢 其實我是不建議大家去做拆卸啦 那拆卸完之後 因為它零件細度比較多 所以有可能會有裝備回去 或是裝錯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將這支磨豆機 拆卸給大家看 這個是它的就是把手的部分 然後呢 它是防調豆腐幹 然後再來就是它剩下做粉套 那再來就是它裡面的鋼刀結構 那我們開始拍鋼刀結構 這部分呢 固定的螺絲 然後還有電線 再來就是它的內進鋼刀 骨軸的鋼刀 然後它還有一個外進鋼刀 是固定在我們的主體結構上面的 那裡面會有一些像是螺絲啦 電線的部分 這個也應該像是螺絲 大家看一下 小小的墊片 大概就是它的鋼杆 這一個 鋼杆 然後呢會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小墊片 然後它是調整顆度用的 顆度調整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彎 那裡面就是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培鈴 這個是補助我們在磨豆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磨豆的這隻主幹呢 它會讓你順暢一點 然後比較省力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因為它是固定在裡面的 那這個插椅可能需要工具 那我們就不做插線了 固定在這邊 那底部呢 這裡面也有一個 所以它等於是 雙手的部分就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從這邊去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它是可以去做一個旋轉的 它會跟著這隻主幹去做旋轉的 那可以堅持 就是達到我們在磨豆的過程當中 它是更省力 更方便的 OK 好 那就是它彎切的狀態 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為大家示範 就是這隻手搖磨豆機 它可以磨出來的粗細 那還有它的均勻度 OK 那我們現在先準備 就是我們用到1號最細的部分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轉到1號的刻度 OK 現在來為大家做示範喔 那新拿到的磨豆機啊 如果我們一開始要做清潔的話 可以用一些就是我們可能 時間比較長的咖啡豆 那我們可以放幾顆進去 稍微把它磨一下 讓它的齒紋就是 去做一個簡單的清潔跟清洗 那我們就放少量的豆子進去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磨出來的均勻度 好 現在就是1號 大家確認一下 用1號的方式去磨 好 那它磨到接近沒有聲音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裡面的卡托手機磨完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看看它磨出來的均勻度如何 這是我們的1號紋 它可以用在像摩卡胡啦 或是要縮縮的部分 可以去做使用 那我們現在呢 將我們的磨豆的刻度呢 往上調整 我們把它轉到5號 稍微粗一點 這是針對手沖的部分 結束 這是我們的5號紋 那這個就比較適用於我們的手沖 那再來就是可能 比較大家會用到的像法式綠牙糊 那法式綠牙糊的話 因為它是整個將咖啡 浸泡在水裡面 所以我就會建議它稍微再粗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磨豆機 調整到9號 好 完成 那就是以上我幫大家測試 就是三個刻度的粗細 好囉 那就是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專門的雙手沖正式磨豆機做的開箱文 那順便幫大家就是在網路上 有想要詢問的問題 我們一一的去做解拔跟解說 那這款磨豆機呢 我們目視時間間 接持日式到7月15號 那看完我們的開箱文之後 對這個產品有興趣的消費者啦 也可以到我們的就是任何平台 這樣贊助我們一下 謝謝囉 那我們期待下次再見 掰掰